我們來看金明蓮 金明蓮他們表示說 如果重啟服貌 其實台灣受到衝擊的人 會有多少 四百多萬人 四百多萬就業人口 好啦 那麼對於中國來說 事實上經濟都只是 只是前奏 他真正的目的其實是政治 所以沒有一件事情 是脫離得了政治的 那陳大法律系的教授 許忠信說 台灣如果沒有加入CBCP 只有ECFA和重啟服貌 貿易就會呈現東西像 完全沒有國際化 現在台灣打的是國際杯 不需要走回頭路 只打中國杯 而且還可能打不過中國杯 因為他們的人真的很多 行政院的官員說 整個國際形勢 跟10年前完全不一樣 美中貿易戰 全球的供應鏈 全球的供應鏈都在去中化 這個時候台灣更沒有理由 去跟中國做連通 更何況中國的經濟現在不斷的往下行 青年失業率達到20.8%的新高 難道要讓兩岸經濟一體化 所以在這個議題上面 三位總統參選人態度都很清楚 賴清德反對 國民黨的跟這個柯文哲白色力量的 兩個人都贊成 這個要請教一下 宜翔啦 其實有一些例子可以給台灣 人家走在前面 讓我們來來看看 好好的做警惕 韓國 韓國跟中國是簽FTA的喔 結果韓國現在被台灣超越了耶 其實司機姐我先想要花一點時間 教大家一個英文單字 這英文單字很特別 叫什麼叫Gaslighting Gaslighting其實這個叫什麼 就是煤氣燈效應 煤氣燈效應其實概念很簡單 就當時是一個電影 1950年1960年那樣的電影 那電影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這位電影有一個夫妻 那這先生後來他就一直把這個燈 一下調暗一下調亮一點 要說服說他的太太有一些精神疾病 那他如果可以說服他 他有精神疾病 就可以去偷竊他的錢 所以這就是要Gaslighting 那為什麼我覺得跟福貿有關呢 我們所有人 很多人在場其中參與福貿 福貿從後到尾 就是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反對黑箱作業 這是沒錯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反對福貿本身嘛 太陽花學運就是反對福貿的本身 結果今天Gaslighting 柯文哲出來說 沒有啊 你們出來反對的不是福貿啊 是只有程序正義這一塊啊 你們對於福貿是沒有意見啊 不是啊 我們都參與學運 當時確實就是反對福貿啊 你總可以說是沒有反對福貿的 所以這就是我要強調了 但為什麼反對福貿 當時其實2014年為什麼反對福貿 當時已經很多研究報告 包括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在美國智庫布林斯金 這個研究所出刊的一個報道說 當時如果福貿會通過的話 會影響多少人口呢 285萬的就業人口 這台灣是說400萬啊 這美國的研究包括280萬 無論280萬 400萬 這都是超 巨高的一個數額 而且加上什麼 他特別提喔 影響最深的 就是第一個 就是比較所謂工作層次比較低的 就是說可能是服務業 可能是餐飲業等等的 第二個呢 就是比較年輕出社會的這些工作人口 所以可以簡單說 柯文哲現在不是到處講說 他年輕票很多嗎 但他今天如果重啟福貿影響最深的 就是你的年輕人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全世界已經逐漸看到的一回事 但我要講另外一回事是什麼 韓國這一塊 其實十一節講得非常好 韓國過去幾年 其實跟馬英九政府一樣 是拼命的追求跟中國發展經貿合作關係 包括服務關係也是喔 但後來他發現了兩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是什麼 就是叫以商逼政 以商逼政是中國會做的 包括幾年前 韓國本來要引進這個財政系統的時候 財政系統的時候 結果中國立刻去懲處韓國的企業 說你韓國企業不能來中國做什麼什麼什麼 那韓國人嚇到了說 不是自由貿易嗎 不是你自由貿易我自由貿易 大家互相尊重嗎 就完全不是 所以這是第一個嚇到了 第二個是看到中國對於區域的企圖 我覺得韓國人已經看到這一塊 所以這就為什麼要給大家看這個 韓國現在的外銷市場 美國已經超越中國了 他已經讓說中國的貿易依賴 度持續的往下降 那所以今天如果我們台灣終於做到了 我們從40幾% 蔡英文總統上任之後大概是43%左右 42 43%的貿易依賴 我們現在終於降到38%了 其實也不要小看這差不多一成左右了 已經降一成了 我們終於看到我們對於中國的經濟依賴 開始下降 然後今天國民黨民眾黨開始急了 說那我們要服貿 我們要重新把我們的貿易力往上升 那這個難道對於我們國安沒有影響嗎 當然有影響嘛 所以我今天要提到說 這個不是一個經濟問題 這是一個兩岸問題 是一個國安問題 我也希望台灣的選民一定要看清楚 這個影響到的不是一個政治的層面 影響到的是一個民生經濟的側面 讓我們的年輕的人口更沒有辦法找到好心的好工作 的確你知道台灣的勞工人口數大概1000萬人 然後如果他不管是影響200多萬或者是400多萬 你看看那個比例 誰不會被影響到 絕大多數人都會影響到 我們要先請李正浩表達你的歉意 道歉聲明寫一下 不是啦 你當時還挺服貿的寫手勒 不是我坦白講啦 2014年的時空環境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 2014年那個時候美國總統是歐巴馬 歐巴馬那時候問以想 歐巴馬那時候政策是希望把中國當成世界工廠 那時候歐巴馬政策是希望台灣跟中國多交流 不要變成troublemaker 在那樣的脈絡之下 符貌都被台灣人推翻了 我坦白講這是很務實的 那個時候其實美國整個政策對於中國來說 對於中國來說是世界工廠 現在美國政策是非黃工營鏈 是離岸製造 從離岸製造變成有岸製造 你要是有好的離岸 我才會給你製造 可是在那個脈絡之下 符貌都被推翻了 此時此刻 我們台灣怎麼可能跟中國經濟綁在一起 沒錯 你2014年 我那時候我認為說 其實坦白講 整個美中台的關係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 可是在那個脈絡之下 連台灣人 我承認那些人覺醒比我早好不好 可是那些人都被推翻了 的確 現在更沒有條件 怎麼可能現在會有條件 這是很奇怪一件事情 就是2014年的美中台關係 跟2024年的美中台關係 那已經不是差一兩個齊具 那可能是360度轉了兩圈 又再轉兩圈的那個急劇 然後這時候柯文哲跟侯友宜 主張台灣的經濟跟中國經濟變成命運共同體 這是佛心來的 這是沒有辯論空間的 你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台灣要自己當這個佛心去接納整個大中國 你知道這是沒有辯論空間的 那時候美國跟中國貿易多頻繁 歐洲跟中國貿易多頻繁 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台灣人很緊張 擔心 因為這個人被簽下來之後 可能會等等等等 所以說確實啦 2014年的時候 有一批人 真的目觀很遠 真的看到這邊比我遠對不對 可是你們也不用笑我 2014年你們還不是支持柯文哲 2014年在座各位只有腦子反柯 對不對 當時的柯文哲騙了大家 你看 你們一樣沒有麻糬 我錯了 你都沒有麻糬 你當當的 不要打拖啦 我跟你講2014年狀況就不一樣 對不對 你這個道歉真名十分不誠懇 什麼不誠懇 本來都是這樣子 你都沒有麻糬 把大家拖下水